民进党员杨慧如日前被台北地检署调查 认为是绿营网军头目 此前为了不影响蔡英文的选情一度神隐 但最新调查显示杨慧如并不是真正头目 上头疑似还有黑手 该案即将在2月14号公开审理 民进党员杨慧如一度被认为是绿营带风向网军的幕后人物 被查出指使网军蔡福明在社交网站上操控舆论风向 造成台当局驻大阪办事处负责人苏启程 压力过大轻声 台北地检署近日起诉了杨慧如及其下线蔡福明 并将于2月14号对案件进行首次开庭审理 目前检调从蔡福明的手机中发现 杨慧如曾在群组里多次提到业主一词 称业主说上面那些都没处理等话 蔡福明还坦言平时都会听杨慧如的指示发文 如果对方在群组里贴出某文章的编号 还会要求大家帮忙去推广或是留言批评等等 带动舆论风向 检警通过侦查怀疑杨慧如网军案背后 可能另有幕后指示人已经分案着手调查 希望可以揪出这位所谓业主的真实身份 虽然杨慧如接受侦讯时一概否认组织网军 但去年10月9号 国民党立法机构党团点名 杨慧如的幕后黑手疑似蔡英文竞选团队操盘手 红耀福 台湾联合报此前曾发表社论指出 杨慧如网军案之所以引人侧目 主要是这支网军的攻击手法已经到了邪恶的地步 不仅罔顾事实 更罔顾道德与人性 凶残而冷酷 从杨慧如网军案的线头一拉 竟扯出这么一长串光怪陆离的党政商关系 绿色政治的腐臭让人眼鼻